这三个盒子就是三个年轻人做出的选择 让我们打开第一个盲盒 这是依兰来自湖南宜璋县东园村的鹅蛋 也是当地脱贫致富的种子 2019年 在城市工作的张学谦回到了妈妈的故乡 成为了村子里最年轻的一名九五后扶贫队员